我告诉你啊 只要你家还有土豆 就可以做这个黄金土豆球 孩子超喜欢 土豆切成块 上锅蒸熟 蒸熟后加白糖 碾压成土豆泥 加适量糯米粉 活成面团 搓成大小均匀的丸子 过下蛋液 准备面包糠 均匀的裹上一层 六成油温下锅达至金黄酥脆即可 这样做的土豆球孩子馋的流口水 搭配番茄酱更加好吃 家里还有包裹的 来做个香甜可口的玉米烙把 玉米下锅 焯烫一分钟 加一个鸡蛋 少许牛奶 半包煎饼粉 搅拌均匀 锅先不要开火 倒入玉米整理成圆形 扣盖小火烙三分钟 这时候已经闻到香味了 撒点白糖和芝麻就可以出锅了 骨汁蒸凤爪 每次去广东吃早茶必点的一道菜 去菜市场买这种现成的虎皮鸡爪 碗里放蒜末 米胶圈 一包骨汁王酱 颇热油炸香 搅拌均匀 全部淋在鸡爪上抓匀入味 上锅蒸20分钟即可 骨香浓郁 软烂脱骨太好吃了 只需要三种材料就能复刻 KFC的同款土豆泥 把三个小土豆去皮后切成片片 上锅蒸熟 蒸熟后加点牛奶提香 一起压成细腻的泥状 塞满一个饭碗 再倒扣出来 像个小元宝 一勺淀粉 少许黑胡椒 一勺蚝油 少量的清水 搅匀后开小火熬到这种微微粘稠的状态 最后淋在土豆泥上即可 正是橘子上市季节 做个孩子爱吃的橘子果冻 好吃不上火 橘子扒皮到锅里 加冰糖 40克白凉粉 500克清水 搅拌均匀煮开 倒入碗里放凉就成清甜爽口的果冻了 没有防腐剂 孩子吃了更放心 蒸熟的紫薯 加白糖 纯牛奶 压成泥 加一把芝士碎 抓一块捏成球 饺子皮擀薄些 包上紫薯球 压成圆饼状 表面刷点水 撒点芝麻 煎至两面焦黄 好吃的紫薯芝士饼就做好了 非常的香甜可口 现在正是吃菠萝的季节 来做个菠萝口味的菠仔糕 软糯Q弹 非常好吃 新鲜菠萝去皮切块后 做成碎末 多放点白糖 开大火炒干水 分成菠萝酱 碗里放菠萝酱 120克菠仔糕粉 160克水 搅匀成菠仔粉浆 倒入菠仔碗中8分满 小火蒸15分钟放凉即可 咬一口满满的菠萝清香 五花肉不要切断 撒盐 加烤肉料抓匀腌10分钟 放上蒜子 180度烤30分钟 哇塞 太香了 你一定想不到土豆还可以这样吃 做出来的土豆饼又酥又糯 孩子们都喜欢 先把土豆上锅蒸熟 用叉子压个稀巴烂 稍微来点番茄酱调味 两袋脆皮炸粉 这是酥脆的关键 揉成这样不粘手的面团 搓成小圆球 用漏勺给它压出花纹 油温5成热下锅炸 炸到表皮变得微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 吃的时候搭配点番茄酱或者辣椒面 更加的美味 我告诉你啊 过年你就用土豆炸一道这样的零食 孩子们都特别喜欢 土豆切小块 上锅蒸熟 蒸熟后碾压成米 加盐 黑胡椒 两袋这个脆皮酥肉粉 全部抓鱼后搓成细细的粗条 低油温下锅小火慢炸 全部下锅后改大火炸至金黄酥碎即可 这样做的土豆仔香酥软糯 可比薯条好吃多了 还不会做南瓜饼的 别花早 看完我这个视频 保证你一次就能成功 蒸熟的南瓜加白糖 适量糯米粉 和成一个面团 揪一块按压成饼状 过下蛋液 准备面包糠 包裹均匀 六成油温下锅 一定要小火慢炸 炸到南瓜饼都浮起来就熟了 这样做的南瓜饼酥脆软糯 小朋友可喜欢了 两个鸡蛋 一盒糖 两勺淀粉 充分搅拌均匀 无聚刷油 倒入面糊 摆上葡萄干 盖上保鲜膜扎小孔 上汽蒸30分钟 好吃的酸奶蛋糕就做好了 香甜绵软 酸甜可口 做法还特别简单 喜欢你就赶紧做起来吧 为什么我做的电饭煲蛋糕 每次都这么成功 只要注意这两点 你也可以在家做出 蓬松又好吃的蛋糕 六个鸡蛋是标配 加60克的水 一包含糖的蛋糕 专用粉300克 先随意地搅拌均匀 然后拿出打蛋器打发5分钟 打到蓬松发白状 再加60克 食用油快速地翻拌均匀 电饭煲预热刷油 倒入蛋糕糊 焖40分钟即可 就是这么简单 赶快试试吧 十块钱大虾 加葱姜 料酒 半包盐焗粉 翻拌均匀 小火焗三分钟 千万不要加水 这是盐焗大虾好吃的关键 一个大馒头 摆成小块 打三个鸡蛋 搅拌均匀 锅不要开火 放入馒头整理成圆形 几点番茄酱 撒一层汁试碎 火腿片 蔬菜粒还有虾仁 最后再撒一层汁试 沿着锅边加点水 扣盖小火焖到汁试融化 哇 太香了 这样做的披萨 小朋友都赞不绝口 Strese 超红